28日脸书靠背影视2.0由女网友匿名投稿 发文写下长文指控姓是W开头的男星 明明就有女友,还乱搞男女关系 甚至把演艺圈当成自己的后宫 文中指出该名男星是实力派男演员 总是演出富有争议感的角色,身材也不错 种种线索让网友将矛头指向男演员吴康仁 对此,就有不少粉丝跑到吴康仁的脸书下方回应 希望男神不要翻车 吴康仁则亲切现身回复不担心 还附上一个笑到流泪的脸 另外还有粉丝鼓励他加油 你的形象很好,希望不要沾上米土风波 吴康仁则笑说比较像被吐一 对于外界的指控和猜测似乎毫不担心 随后吴康仁也在脸书发文表示前阵子拍摄工作 编剧给了我一句台词叫我梦见 当时他满头问号问对方这要表达什么 饰演的角色没有做梦吧 编剧说时下很流行 然后解释缘由 当时大概理解意思 如今陷入匿名爆料风波的他也感慨 但现在更能够懂其中含义了 文莫他无奈写到 但还是要好好过生活啊 加油了,去忙了 让不少粉丝看完后立挺留言 我相信你 深圳不怕影子歪 昨29日深夜吴康仁也在po出长篇文反击 文章一开头吴康仁先表示自己收到不少长辈的关心 要他不对号入座 认真小心回答 我都理解 心想没做过请他们不用担心 不过由于po文是匿名指控且针对性很强 因此他才会在下午先发一则做了一个梦的po文 随后他也表示其实好好解释清楚很简单 不复杂 希望该篇发文能对自己合作厂商 剧组或是周遭相信他的人有个交代 必须列出五点打脸 第一,首先对方是匿名 光这点就不用负责任了 第二,其实就提出有相处的证据就很简单了不是吗 第三,文中提到开始私下朋友聚会的时候大聊女性的有的没的 我竟然还敢带你去见朋友 你要确定呢 第四,大家也都很愿意跟你掏心掏肺 那真的根本等不到你匿名写长篇作文 早就在圈子传开应该等不到你爆料 第五,因为一部片在台湾玄角还是以资方女导演或制作人为主 或是玄角演员组专业建议 基本上我还没有听说过有演员能这样 文莫武康人也怒空真的是睁眼说瞎话 最后还雕注后公针还转 人家忙得要死还来回复这种 一字一句都显示出他对于该起事件的无奈 嗨,大家好,我是吴东西 我是乃哥,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熊,是欧巴桑,邓美红 我是蔡康永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相机 哈喽,大家好,我是米亚伦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你这边就好,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每一个人都能演下一道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十周年了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